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浙江恒电 那可是影视基地 他们开关于电视剧影视创作的座谈会 我不怎么赶上在那 非让我去不可 去了让我发言 我没词了 没词了 看那么多电视剧 能没词 我说我是常看 但是我往往是一边看一边睡觉 睡会接着看 看完再睡 我以为我这发言 我已经够不负责任的了 很惭愧 内心惭愧 你是有一个女作家 陕西的格格 叶广辰 这个叶广辰呢 很激动 说王蒙老师 刚才说 他一边看电视剧 一边睡着了 这是多么大的成功 能让王蒙老师睡着了 把我听傻了 我说他帅我呢 还是 这往哪聊呢 我前两天去看那林怀民的云门舞集 他后来有个演后谈 上了开场牌也是这样 所以我常年跟演出之后跟观众聊 经常会有观众跟我说 睡着了 我睡着了 不好意思 然后他说我跟他们说 很好 太好了 我希望我的这个舞剧能有各种各样 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反应 睡着的是其中之一 而且是很美好的 观众也是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对对对 醒了以后接着看 那你强了 或者去做别的 这个电视剧 你是刚才讲这个恒电 你觉得中国的电视剧产业 他们到恒电那边都一条龙了 待望了一个地区经济 但是就是说 最近有一个叫李京盛的 你看就讲到这个穿越 说最近穿越题材火爆音频 他说穿越剧有越来越热的可能 说现在的穿越剧很难用历史观去衡量 整体的思想内涵 还没有提高到观的历史高度 新奇怪异 手法比较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人物天马行空 对历史的表现有些随意等等 他是这样 咱们的文艺 咱们有一个就是文艺载道的传统 教育别人的 但是现在这个电视剧呢 也有特别严肃的 像刚才我前边说过的什么 毛主席去莫斯科和斯大林 中苏贵南 怎么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让他下边他也不敢 他不敢 那他不敢 但是大部分电视剧啊 它是消费性的 对 是娱乐性的 消费性娱乐性 它就是逗你玩 就是那个马三弟的那个相声 逗你玩 逗你玩 它主要是为了逗你玩 可是这逗你玩当中呢 它有的呢 又有点内容 所以这戒枪吧 这个戒枪 别人最认为最荒谬的地方 是我认为最好的地方 戒枪是描写什么呢 就是抗日的共产党 跟呢 这个伪军 伪军里边的一个二溜子 两次戒枪 来杀日本 这个我完全信 这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呢 我跟你说 就是那个 中产党它是有信仰的 是非常认真的 那个当伪军的人 他丝毫没有要效忠于大日本 对国主义 他就是混几个钱 在家里实在混不下去了 然后你说 我借你这枪实实 一天我给你 比如说一百块钱 那他觉得值啊 要相见以后你还我呢 而且他上上下下 中国人都很讲情面 谁都护着谁 官官相护 兵兵相护 匹匹相护 匹子护着匹子 所以他觉得 我就觉得这些地方 让你了解中国国情 还真有帮助 你看着他荒谬 一点都不荒谬 就这么回事 还真的是 中国人一向演艺的传统 从来就很 谁读正史的 真是所谓的读书人 正经危坐 你要读史 读三国志的人 肯定远远少于读三国演义的 但是他们说 你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神怪了 但是他们说 就说 比如说这四大名著 的这个 现在就都 都已经糟蹋了 也没有糟蹋了 这都翻拍了 都翻拍了 那么这好不好 有人就把这个事 提的很高 说你这个四大名著 关系民族精神 就是你要把他拍电视剧 拍烂了 那么普通的老百姓 或青少年 就是从这里了解到 这个明著的精神的 这这这推 推说 提推高了 我跟你说 这个第二个拍的 是第二次拍的 我看了若干集三国演义 我的印象还不错 还不错 因为三国演义呢 他这个条件不一样 所以第二次拍的时候 像战争的场面 他显得比较宏大 是吧 有些这个宫廷或者是 是这个王爷的这些场面吧 也显得比较豪华 所以还 期望我看着 就视觉上还过瘾 那么对第二次拍的这个红楼梦呢 反应不一 好像就是负面的反应 不少 但是我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也无大害 因为他基本上还是按照 红楼梦的那个内容 太按照了 甚至比第一个 还要按照 还死去被咧的 对 他很多直接那语言 他很 但我觉得他适合小说朗诵的 对 对的确 而且他的这个 这个摄影 我觉得他就更像电影 对 而不是像电视剧 因为李少宏 他是电影导演出身嘛 这画面的感觉 那调子和第一个 他暗一些 对 然后我 让我想起来是 一个英国 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三人组合 拍了很多那个 经典 就是这叫什么 Merchant and Ivory吧 这三个人呢 很逗 就是一个是什么伊斯兰人 一个是德国的犹太人 还有一个是 是什么 是美国人大概 这三个人呢 拍的这个东西呢 出来呢 永远是把经典拍的非常讲究 穿的衣服非常典雅 您知道我说 拍了好几个 什么Henry James 什么EA Pulse 您看过 这李少宏 这我觉得就那风格上很像 那个 他除了用那个原点 就是原剧之外 比如他那个音乐 好多人觉得像鬼魂的音乐 但是其实也有点 有点那种 就是先锋音乐的 那个那个意思 是用的那个 我们后来在这儿 还呛过一次 我记得跟马卫独说 这个叶锦天 那个服装 贴很多片 说像这个戏装 可是后来 我从另一个角度也想 他也是一种 就是他要 全照那个老板的拍 他有什么创新呢 是吧 然后叶老师 我也是特尊重 他肯定有他自己一套想法 你要是从写实的角度讲 确实就很容易为人诟病 就是人家后来有人讲啊 就贴这个这个这个片子 你也得分清楚 呃 就是礼服和长服 就即便是古代的妇女 他可能在某种场合上 他是这种全装上 难道你想象他真的在他自个儿家 就像在你卧室里 他也整天这样吗 所以他写实角度的确是 他难受 我感觉到难受的主要是什么 不是这些 是就是他的对话呀 全部用原文 可是我觉得咱们那些小演员啊 他那原文他都不懂是怎么回事 他是一个什么口气 没错 是不是 你何不到那里去 他不想说话 不想说人话 这瘟子这瘟子该吃了吗 这是什么叫这个 我们只会说这瘟儿 对 我们不会说这瘟子 对对对 可是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乡的人就说这瘟子 真的吗 过阵子再来 胡锣梦这香啊您家乡 他是他是 当时的这种语言 当时的这种语言